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充分收集着远道而来的大西洋的水汽 成为了干旱地区之中的一个湿岛 我们现在翻越完天山 已经到了伊犁河谷了 这儿景色也是最漂亮的 感觉到了大片大片的森林 大片大片的草地 绿油油的 这个在历史上 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分叉 叫什么呢 叫天山道 我们接下来的穿越计划 是远处雪山下面的一片原始森林 不过在到达原始森林之前 有一片非常茂盛的草原 是极佳的天然牧场 在那儿能够看到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特别重要的商品 马匹 在伊犁河谷这边的水草非常的丰美 所以这边也非常适合放牧 特别是这边还有放马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宝马良居 马我就不太懂了 这宝马良居能保到什么程度 这个牧场并没有旅游的用途 马匹也没有经过驯化 所以想要体验一下骑马飞奔 那是不太现实了 不过在跟当地工作人员交流之后 我们倒是也学到了很多关于马的知识 那么在我身边都是母马带着小马君在这边吃 就把公马都关起来了 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要定期这种科学的配种的需要 不能让公马太随便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马呢曾经是人类出行的重要选择 尤其是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的突出 其实呢从古至今 各种各样的动物呢 你比如说大象牛狗鸽子海豚 甚至是萤火虫 都在人类的生产和战争之中呢 扮演过重要的决策 然而在综合了负重能力耐力 适应环境的能力奔跑速度胆量等等多方面的素质之后呢 只有马这种动物脱颖而出 成为了最适合人类驾驭的物种 那么他们吃的这个食物不光是这些草啊 那么为了他们的身体更强壮 然后营养更均衡 那么就和我们人 就是要经常要去补充一些维生素的那些一样 还会给他们一些 调配一些更均衡的这些饲料 我呢现在是在一个马厩里面了 然后我身后的这匹马呢 就是一个总工马了 然后刚才跟大哥这边也了解了一下 就是马呢 基本上是分为冷血马和热血马 但这个冷血和热血 并不是根据他们的血液的温度 而是根据他们的性格 那比如说热血马就是属于那种容易兴奋的 然后我们通常说的猎马 或者说是好马啊 这个是热血马 然后热血马呢又分为很多品种 其中比较主要的呢 就是纯血马和汉血马 而这个纯血马呢就是我身后这个了 然后这种马呢 其实它在短距离之内 大概5000米的这个距离之内 都可以保持一个非常高速的奔跑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特别适合去参加一些竞技项目 这种纯血马呢看起来非常的英姿挺拔 是典型的高头大马 这个品种呢最早是英国人 从中东引进来的之后呢 培育繁衍了大概有几百年的时间 如今呢已经成为了竞技比赛中最佳的选手了 而同样是属于热血马的另外一种马呢 可是有着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再来看这个啊 这个名气可就大了 这就是所谓的汉血宝马 它通体是金黄色的 非常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种马呢 其实在奔跑的速度上呢 比起这个纯血马呢会稍微慢一点 它排第二 但是它的耐力呢会更加更加的好 因为这个品种的马呢 它最早呢是在土库曼斯坦 从丝绸之路传进中国 然后它之所以耐力会强呢 是因为在它的进化过程当中 它在这种荒漠呀 还有戈壁上奔跑 它必须可以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 从一个绿洲奔跑到另外一个绿洲 然后呢可以去喝到水 不然的话在这个过程里 它可能就一命无忽了 有关这个汉血宝马呢 大家可能最好奇的啊 就是它在奔跑的时候 身体到底会不会变红像出了血样 很遗憾 这个传说呢是不真实的 纯属独传 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马种之一呢 它的宝贵程度还是毋庸置疑的 那像它的家乡土库曼斯坦 就把汉血宝马呢定位成国宝 甚至印刷在了国徽上面 在中国呢也同样是被视为天选之物 早在2000多年前呢 就被汉武帝命名为天马 时过境迁啊 钢铁机械呢已经取代了血肉之躯 马呢也早已经失去了交通工具这个重要的属性 不过人们呢对于马的这种情怀却一直在延续着 那你比如说法拉利保时捷的logo 主体呢都是一个马的形象 甚至呢巴法利亚发动机制造厂 这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品牌 在咱们这也被翻译成了宝马 见识过这些非常珍贵的宝马良居之后呢 我们就即刻出发了 向着雪山前进准备穿越山脚下的原始森林 现在越往雪山的方向开 说真的我对新疆的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改变的越多 就是这么一眼看上去树林绿草地加上远处的雪山 真的有一点那种瑞士的感觉 根本就不像我印象当中的那个新疆 太漂亮了太美了真的太绿了 这种雪岭云山呢是上好的木材 是建筑家具造纸等等领域上等的原料 据说很久之前呢是由这个青藏高原迁徙而来的 而这边湿润的气候呢 又给了这种植物无比适宜生长的环境 其中的一些树木呢已经生长的太过高大了 甚至呢已经要支撑不了自身的一个重量了 所以枝叶呢已经开始呈现出这种下垂的态势了 而现如今呢这个雪岭云山遍布了天山北坡一两千米海拔高度的这个地区 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 据说啊生活在这儿的国家级保护动物就有几十种 漂亮吗 漂亮吗小伙伴们 漂亮啊漂亮 保重大家一辈子忘不了自己 当然我说的有点夸张 但是只要一说到2018年的度月 咱们这次新疆追击 你们肯定忘不了这一段 我们的这个这一段旅程 好可爱 其实我们要走的这条穿越路线 是一条很久之前临场的伐木道 如今早已经是废弃了多年了 这条路并不算长 我们就计划在天黑之前穿越出去 我们一会儿就要没路了 我们要翻越这片原始森林 我感觉到了 现在这儿的路已经很糟糕很垫了 不过我很期待进到那个林子里边 一路上逐渐深入 已经看不见人际所在了 林地间清泉流水 鸟语花香 相当的清幽精密 不过另外一方面 这个路也变得越来越难走了 就是要有速度 要有速度 有速度 这上面的路不太好走 越走越松 大家要保持收速 而其中一些水流冲刷的地方 路面已经被冲垮了 变成了一道一道的水冲沟 就是左前面塌了 坐停这个位置 先往海绕开 您别着急 我先过一个试着 第一紧 对 没事 你那左边还OK 能看到是右边塌了吧 我现在看不见你右边 这种水冲沟和泥泞的地面 的确是不太好走 但是大家都驾驶得非常的谨慎 所以通过起来 问题倒也不算太大 不过再往前走出一段距离之后 突然间一棵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断了吧路 是吧 路断了 因为树倒了把路给挡住了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水冲的这么一个沟 可能就需要上脚盘了 需要脚盘修路了 下去看一看 不知道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原因 反正现在的情况就是树也倒了 路也毁了 看来想要继续向前的话 那可真得花点力气跟功夫了 大家现在就决定先把这棵树给它挪开 最起码呢不要让它横在路中间 你就把车挑直了 然后把绳子挂好了 对咱就给它往下扯 对 咱就给它往下扯 我知道 把你车靠那边 我看一眼啊 这儿得修一下 用两台车拖了几次之后呢 这棵树可算是给挪开了 仔细观察了一下 树木所盖住的这条水冲钩呢 可实在是太深了 车呢肯定是没有办法直接通过的 那没辙 只好呢 大家自己去动手找一些东西 然后把这个钩呢 给它尽可能的填平一些 一 二 三 再来 再来 一 二 三 弄翻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这边有石头吗 我来石头你扔它 十百多了 对 好 下 没毛病 走在那儿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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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走了 烦了 招人烦 大废周章通过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三台车继续向前行驶 不过越往前走 这地面呢 它就越湿滑泥泞 本来难度不算太大的路段 一旦变得泥泞起来 就变得极其容易发生策划了 甚至呢 一些比较风险大的地方 就需要我们用Y61的脚盘呢 去绕在树上做个保护才能通过 就这样向前行进着 我们距离森林的出口呢 已经不是很远了 但是之前的那个像挪树啊 修路啊 打锚点呀 等等等等 都耗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 不经意间呢 太阳已经西下 天色马上就要变黑了 于是呢 我们大家就商量了一下 那所幸 今天呢 也就不着急了 踏踏实实在这林间的草地上 安营扎寨 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天然的大洋霸 我好终于她 我好终于她 满天繁星掠过 林地间又洒满了温暖的阳光 经过了一夜的休息 大家现在也已经是精神饱满了 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肯定就是满足一下大家的胃口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 给郑哥买的帽子 我现在就给他戴上 郑哥 送给小礼物 正风不正风 一顿羊肉下路之后 小伙伴们自然是气力大增 精神饱满了 而我们距离穿越的出口 其实也没有多远了 所以大家心情就非常的放松 悠哉悠哉的向前行驶着 我们今天从这个露营点到终点的距离上是非常短的 感觉出来了 现在路因为出太阳也没什么难度了 太幸运了 对啊 这刚才咱们出发了来下雨 就是咱们也走过大天岭 对吧 然后也穿过罗亚山 就是一般像这种原始森林比较茂密的地方 它基本上就有自己独立的一个小气候了 那么和天气预报呢 基本上就没关系了 一会儿呢 可能会下雨 哎 一会儿呢 又可能会晴天 像这样高大的树木啊 有着强大的蒸腾作用 植物体内呢 大量的水分会被蒸发到空气当中 而一旦水气没有被风给吹散 就会迅速的凝结成云 形成降水 再次的落入森林当中 所以呢 大部分的邻居都具有这种阴晴不定 随时降水的特点 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 就快到出头了 OK 抄收抄收 咱们出去是 到哪儿 咱们这次出去 是要去一个特别好玩的 特别神秘的地方 大家都玩的 叫八卦城 我听说过 听说过 不过这八卦城 我听说 不是说自然形成的那种八卦的形状 它也是人为修成那样 正好去看一看 告别了这片雪岭云山之后呢 我们就走上了公路 沿着特克斯河向特克斯县前进 这条特克斯河呢 是伊犁河的上游 其水迈滋润之处 自然也就是良田美池所在之处 肥沃富庶的伊犁河谷呢 种植着大量的农作物 素有新疆粮仓的美誉 我们马上就要进八卦城了 OK 掏收 掏收 这个城市啊 因为它是完全按照八卦来修建的 所以呢 在我们全中国吧 也算是独一份 明白了明白了 那可挺不容易的 它这个什么测绘啊 还有整体的这个搭建规划啊 这全都得为这个图形而服务啊 这座八卦城呢 据说是最早啊 由这个全真道士秋树基布下的雏形 之后呢 在民国时期修建而成的 人们呢 认为特克斯北岸是一片所谓的风水宝地 因此呢 就按照八卦图形来修建这座城市了 并且呢 把街道按照后天八卦的这个次序 把八条主干道 命名成为坎前队坤离训镇更 你看到现在咱们这大环岛了没 这个就是这个八卦城的这个城中心了 我觉得这是城市规划市场的一个大胆的小范儿 对 觉得这是够大胆的一小范儿 它这个传说啊 它能够这个产生能量场 然后呢 能让这个车辆啊 人包括行人啊 都能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感觉 然后互相不用砍灯 不用打转向 就能够 诶 可能都纷纷的个性起跳 你居然信了 哈哈哈哈 不管当时修建者是出于什么想法 这座带有汉文化符号的城市呢 更多是文化层面上的一个意义 而至于这个城市规划呢 这可能就不太符合 现在这个阶段成熟科学的一个规划方式了 不过呢 好在特克斯县的这个人口呢 还不算太多 所以交通方面的压力呢 也就不算太大了 今儿咱找酒店也别找别的街了 咱就在镇街里找找吧 好有 我当地主的感觉呀 那 这次就让你吧 下次要有 是吧 有这个冰街的时候 那就到时候就让我来 啊 震街太有气势了 好 哈喽 哈喽哈喽 又到了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图达的驾驶感受的时间了啊 然后在这一集的视频里边呢 我们是穿越了伊犁的这边的一个算是原始森林 然后呃 应该算是一片云山的这个树的一个森林 然后我们走的这条路呢是原本的一个伐木路 就是把里边伐完的这个木头呢 呃 拖出来 然后装车运出去的这么一个路 但是这条路啊 说真的已经是荒废了很久很久 没有人走了 然后再加上呢 这个 这一段时间它是雨季 所以经常下雨 那就形成了很多这种水冲沟 然后就把这个路面给冲的有点不成样了 那这个图达呢 怎么说呢 在过沟的时候还OK啊 然后在之前我也提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车身高度 是一个原厂的高度 所以在通过的时候呢 这个接近角和离去角就会有一些麻烦了 尤其是这个后杠的位置 呃 直接就跟这个地面拖住了 所以如果你要来这种路况的话 得有一定的预判 把车身稍微的升高一下 然后再有呢 就是在这个路面非常湿滑泥泞的这种情况之下 那选择轮胎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了 呃 即使啊 这台图达它是有后差速器锁的 但是当你两个后轮都没有附着力的情况下 也就是轮胎不太给力的情况下 啊 那不好意思 超速锁也帮不了你 所以也通过这个视频啊 我想跟大家表达一下 就是啊 去到什么样的一个越野环境 选择什么样的轮胎 相对应的一个轮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咬我挺疼 我不理你了 好 汗血宝马 就去保全机 宝马 汗血宝马 咬完我该舔我了 你受了吗 汗 汗血宝马 又咬我 汗血宝马跟宝马就差俩字啊 你知道这钱差了多少吗 比如说这匹马 它的父母的价值都在1000万以上 而这匹马呢 就它的主人 其实对它的这个感情来说是无价的 但这个价格 反正最贵的宝马 才260万吧 就是这个M760LI了 而这个 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受不了 我们下个月升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repe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